朋友们,2024的上半年真的教我做人 由于我基本上保持了在家一个月,出国一个月的节奏 文具的使用上难得的回归根本了一次 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在这上半年里我最爱的文具 这次啊,它们没有一样是画画厂子的贴纸交代小装饰 全是实打实的功能型文具 3月我在台北买了支钢笔 这支笔最大的特色在于笔尖是改过的盐尖 这个后面我会细说 笔本身呢是Opus 88的透明示范笔 在各种花里胡哨的笔中我一眼就认定了它 全透明的笔身配合雅光黑的笔夹 看起来极为干净 滴入式上墨相当于是整个笔杆储没了 适合出门在外的长篇大论型人类 透明笔身能完美地露出笔杆中的墨水 看墨量呢也是一目了然 滴入式上墨其实是钢笔发展早期就采用的上墨系统 好上墨也好清洗 唯一要注意的是大量输写之前要将笔尾扭开一些就行了 这支笔本身配的是Jobo的钢尖 现在我来说一下一开始提到的师傅改过的岩尖 有些老观众了解啊 我在多年前就在视频里多次说到 我对于我那只血乐长刀岩的爱 长刀岩的笔尖其实花样巨多 而我这支岩尖的打磨 走的其实就是长刀岩双层反十字尖的路子 这个笔尖正面反面都可以书写 一面呢是类似日系F的粗细 另一面是粗粗的线条 由于我是在台北假斯比雷的实体店买到的这支笔 正面反面都是当场验证过的好写 这就是在实体店买钢笔的好处 能试啊不好还可以帮忙调或者换 我用戏的一边写过Morning Pages 写感非常是我的菜 祖尼超合适 粗的一边我更是放飞的厉害 各种写话 总之就是没理由就要用它在纸上搞鸡笔 这算是我一支挺特殊的钢笔了 下次有机会啊 也要把写乐的那支入到碗里 嗯 许愿 接下来我就想分享这支钢笔里的这个粉色墨水了 这辉伯家伯爵新出的樱花粉 在国内好火呀 我在新西兰看到上了线货我就入了 真好看 灰伯家伯爵的墨水 我一直觉得是被低估的潜在大佬 灰伯家已经是画财啊 文具这方面很顶的一个欧洲品牌了嘛 你想200多年就干这事 它能不擅长吗 而灰伯家伯爵和灰伯家的关系 就约等于Namiki和百乐 就是门面 就是砸钱干 就是上狠的 樱花粉是我的第五瓶 灰伯家伯爵墨水 其他还有大家这些年 看我说了好多次的橄榄绿 发色明亮 渐变 惊艳 所有橄榄里 我心中是第一喜欢的 还有温暖的真子棕 也是好多朋友的大爱啊 那个棕红色调 绝美 还有岩石灰 深海绿啊 每一瓶都经过我的年度最爱 可见我对这个系列的喜欢 这个系列的颜色 真的是发色很正 就很耐看 毕竟我大辉伯家是干啥 是干化财的 他家的调色是非常靠谱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系列 专制大水枪的传说 我这几个月带末的钢笔 好几支都是粗间带水枪 了解我的朋友知道 我其实不太用得来这种的 所以这几支笔呢 长期我基本上就是 真子棕和橄榄绿 轮流头位 你说它专制大水枪 我其实觉得是有点夸张了 没有那么悬 不过我写给你们看一下 我这儿的这两支笔 都是写乐的必尖钢笔 一支上了 惠伯家伯爵的深海绿 另一支上的是百乐色彩呢 不知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肉眼看啊 惠伯家伯爵这边的线条 的确是细一些 能出墨节制的 并不只有它 但是同时能不牺牲出墨顺滑度的 其实并不多见 我用细节纲笔 上这个系列的墨 出墨顺滑度 依旧很优秀 不会飞白 刮直 而且瓶子也好看啊 我忍到现在才讲 所以真心推荐 没试过的朋友 可以先试一试 我很喜欢的橄榄绿和真子棕 说到这儿呢 大家赶紧去评论去看一下 有好事 夸了这么久的墨水 终于搞来福利了 力度非常有诚意 还带赠品 福利后的价格 起码是新西兰的七者 我要赶紧去把 今年新出的青金石给入了 新西兰都没上 下面是一支自动鉴笔 十元人民币有找啊 我手里这支呢 我以前一直觉得挺难看 当年买这支派通PD-105T时 我蠢蠢图个便宜 一转眼在我身边啊 十几年了 它笔身轻便 我很爱用来塑记和画画 策案呢 一开始觉得好怪 后来适应了 反而觉得挺方便的 笔心不容易断 沙沙声非常美妙 这个价位下 着实是性价比优秀啊 它的坏处就是 它很难坏 我已经是 有大起十字自动鉴的人了 这支一直还留着 它真的好金用啊 我的天哪 这次回国我就带了这支 好用抗燥 不心疼 咱后部队员 已经有好几位都就位很久了 硬是没登台 说真的这款笔 其实是有点历史悠久了 看到现在这么多好看的新皮肤 也是挺感慨的 甚至对新皮肤欣赏一番之后 更能品出最老的这支复古的 丑丑的那个味道了 甚至把它加入了 这次的半年最爱盘店里面 我喜欢的自动签 还有很多 各有各的风采 但实话说啊 PD105T 把最基础的自动签 做得很到位 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 铅笔是笔类里面 很有温度的一个存在 它出现的早 是很多人 童年学习文字时的陪伴 它不存在什么透纸啊 不匹配荧光笔啊 之类的问题 它也不会露墨脏了衣服 它甚至允许你犯错 我重新来过 不多说了 本次的自动签名额 给到派通 PD105T 下面这支多功能笔 我快点讲 因为之前专门讲过的 它又上了一次榜 三菱的模块笔 我很喜欢我选的 这个雾蒙蒙的紫色啊 用了这么久 到现在也没有看腻 这是我日程手上的 主力军用笔 出门在外 我也是很喜欢戴上它 一支顶一个笔带 四个颜色的中油笔 加一个自动签 三菱的中油笔 是极其顺滑好写的 我不爱用中油笔 大面积书写 但是我爱用中油笔 即日程或者苏记 绝对的速干 就是属于功能性 非常能打 实用的一支 笔类最后一支 是蘸水笔 入了写乐这个蘸水笔之后 我真的是一笔满足了 虽然很多玻璃笔 非常美 是真的美 但是功能性上说实在的 写乐这个 我用非常足够了 蘸水笔嘛 顾名思义 笔尖沾墨水出来 直接写或者画 我最常见的使用场景 就是彩莫失色 图图画画 写点字 做示范 这款的笔尖 类似钢笔笔尖 除墨量不如好的 玻璃蘸水笔 那么好是肯定的 但是也非常够用了 最关键是除墨顺滑 均匀 不给你搞什么幺蛾子 而且低维护 摔了就摔了 也不贵 好冲洗 一点不浇气 笔尖能拔下来 替换不同粗细的尖 不用了 还可以做缩头乌龟 缩进去自我保护 真挺好的 设计的很棒 上半年 我没有啥定页本 想专门拿出来说的 把我的日成本 拿出来说 又怕你们说我耍流氓 那我想说两本火夜本 都是来自Knox 我发现我还是对Knox 最为亲友独钟啊 它的设计给我一种距离感 Brelio就很清净 Knox就不是的 Knox也不是极简风 有时候整的还相当复杂 玩些花的 但是就是有一种 分寸感的拿捏吧 它选择的皮质 配合它设计的细节 就非常出我的审美 上半年 是这两本主打 Authan M 随身 跟我去了趟台北 又回了趟武汉 年纪轻轻的他 已经有了些岁月的痕迹了 这本用作随身本呢 是因为火夜记录的东西 可以很方便地拿出来 转移到别的本子里面 那这本现在留下的是 一堆我在台北敲的章 顺便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瞅一眼 我一整个敲章敲爽了 还有一些是在当时买的 TN内心中的也一并嘚瑟啊 Authan很像有实干精神的 富裕公子格的感觉 我在说什么 总之他是Authan啊 Authan的小气质呢 还是很难被替代的 另一本呢 是我爱不释手的Fluct 它和Authan非常不一样 但是底层来说 又总觉得有一些相似的东西 皮质扎实 富有弹性 走线精美 结构复杂 不是一本很适合 随身携带的本子 我也压根 没打算往这些口袋里放东西 可是它本身就是很值得 被一遍遍欣赏的 我就是很爱它 年初首帐计划中 今年的工作计划 指定了Eric联名的 那个A5多孔火夜 用到2月 我要去东京的时候 就替换了 因为A5旅行随身呢 还是有点负担 Fluct呢 也不是特别好的旅行伴侣 这样实话 但是喜欢啊 咋办呢 我一直在笔叉这里 还放了这只万宝龙的圆珠 我其实很少把它拿出来用 可能就是我自己用来装杯吧 好好好 笔本的大项目结束 接下来更精彩 不要回来 马上走开 TN的两个水彩盒 我真的爱到一个天崩地裂 我的水彩盒不算少了 黄铜定制的 是明刻的 荷尔白英的 可是这两个小东西 我真的忍不住的喜欢啊 这是在美国的首帐好朋友 April专门 寄过来送给我的礼物 TN在美国出的 和R2KIT的联名款 小的这个 也就是名片的尺寸吧 这么薄 随身的小镜子一样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里面还有这么多色的 Royal Talents的水彩 有调色区域 还有空余的地方 我还可以把自己的水彩灌进去 这一盒更不得了了 我好喜欢这个绿色的外壳 虽然比上野个大了不少 但是真的不算啥 这么薄啊 这个里面还是空的 我一直没有决定好颜色 还没有往里面挤颜料 但是我成妖你们 同我一起来欣赏 每一小块都是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自己选择排列方式 我接下来出门一周 我就带这个了 我决定了 旅行途中文具再精简 也要带的一样 点点胶 反正我的清单是这样 橡皮可以没有 点点胶要有的 当时呢 我就是想选一个小一点的点点胶 在我庞大的文具后宫 拿了蜻蜓的这个 蜻蜓的点点胶美的说 一贯都胶带贴的又完整又顺滑 我后来才发现啊 我这个是这个绿色嘴的TAC款 我建议直接起名叫后悔药 不是给你一次性贴牢 是可以改的 我一直都没发现 说明它并不是过分的不牢 嘴面一弄就掉了 我后来发现呢 这么往下扯 其实挺牢的 但是横向的撕 就可以撕下来重新贴 贴歪了 还可以重新调整 需要贴贼牢的话 一条路走到黑的那些朋友 选蓝嘴 后悔药呢 是绿嘴 接下来两个小工具 是很好的小帮手 这把尺是Middle里的 黑黑的 很老实的模样 非常值得信赖 拿在手里的质感很好 我用起来最喜欢的 就是背面防滑的这个小设计 真的挺稳的 画线不容易跑 另外这个小镊子 唉 我误会它很多年 2015年那个时候很流行 大面积胶带拼贴 很多高手都在用镊子 我当时心里就觉得 这完全是一个装杯行为 这做什么外科手术啊 要搞成这样 直到很后来 我买东西 被无理由赠送了一把镊子 我一用 唉 质疑 理解 成为 连锁反应了 真精确呀 就是跟做手术一样 我的妈 为什么之前 我要执着于 用自己的指甲 抠一个边边 然后用手指头 去夹起那片小东西 我在为难谁 我在为难我自己 所以请你也拥有镊子吧 我求你了 最后这个停产了 我不理解 这是Knock Call的钢笔笔带 外面看 就是15块钱的感觉 拉开拉链 里面有一个笔帘 让你的钢笔 都能独门独户的 在里面避免风吹日晒 其实笔带空间很大呀 所以我把一些 出不起独门独户的笔 也集中放在这个里面了 共享空间 好能装啊 这笔带去过的地方就多了 好多年了 一点都不嫌老 因为从没年轻过 谁也猜不到 这笔带里 居然是贵贵的钢笔 以上就是本次的半年盘点 知最爱的文具 滑养不多 功能挺强 大家别忘记去评论区 领取惠播家伯爵的 超大福利啊 这个上半年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最开心的呢 是我用文字和画 记录了这些小小的精彩 在很多个早上的 morning pages里 也在各种不同本子的涂鸦里 用文具是我有热情的事情 也是我记录生活的承载 盘点完这些 我又要去坐10小时的飞机了 下个视频 不会是开箱吧我的吗 好了朋友们 到时候见